这两兄弟已经都把菜都做好了 这色香味啊 这鸭子 馒头 鹅是吧 这个茄子 茄子 这个呢 排骨是吧 我们先吃点米饭 旧的炉子 少喝点嘛 喝那个是吧 哈利苏兄弟 小曹的家 这是他的工作室 吃饭的地方 那天喝痛风了 今天晚上要干酒了 那天不小喝 肠胃不好 肠胃不好 好兄弟 来来来 这么拍 万事 小曹 小曹是杨丽萍的伴舞者 伴舞 很出名的 以前的那个云南印象 云南印象的伴舞 这个是老家的蜂蜜啊 老家的蜂蜜是吧 你炸馒头吃 我感觉里面有个喜欢吃馒头 我说日语里面这个鹿 你怎么翻译呢 你要发哪个鹿 鹿在脚下的鹿 你要发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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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前界的意思就是 它是这样 我们韩音话里面叫 它里 我们把这个路 这个骰掉了 叫 它里 就是我们 韩音话里面叫 它里 日本话里面叫 它是这样发言的 然后还有日本的 这个日本的 这个它是怎么发言的 它是这样 日 宝 日 宝 日 宝是什么意思 宝 不是宝 就是宝 宝 就是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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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查寿阿侠的意思 查寿阿侠的意思 跟日本的大和民族差不多就是一套思想 就是宝 不是我们说的高要旗里面 那个日 太阳那个东西 跟那个是不一样 你到时候把日本的朋友叫过来 我看到它日本 它是怎么发言的 我们民族的去理解的话 它叫 你刚才说日本的国旗 你说啥 你们哈里面也崇拜这个太阳 是吧 也没有啊 也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啊 但是我就跟他说 其实只是它的国旗刚好是个太阳 所以他们就是以为日本 日本就是因为有高要旗在那里 所以才叫日本 其实不一样 这个它的翻译是这样 日本 那哈里族是什么叫 哈里族叫 普通话叫日本 我知道 日本话叫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语叫 你说的就是不是说日本人怎么发言 我说以我们民族这种发言的习惯 日本人我们就发言叫 日本 就是刚才我不能发音的 以什么为根本 以什么为大道 以什么为道 就是日本这个民族 它大和民族的出发点就是一个 茶寿阿霞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文化传统 传统这么一个文化的作为基础 所以它叫乙崩 然后 乙崩 有点像云南的乙崩 不是 我们又调过来也可以叫乙崩 乙崩就是一个寿仙 一百多岁的老人 我们就叫乙崩 还茶寿的这样一个 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是跟日本的大和民族是大和民族这种是 它的根本的思想是还接见的 好好好 以后你日本人 小潮 小潮 讲得很好 平手 好像是白海道那边玩 白海道 是吧 这是我说的就是日语 跟韩语语翻译的 所以时刻就河罗翻译 这是带胃 带胃的蘸水 这个凉拌茄子 非常好吃 小猴子在吹得呼呼响 吹的是烟筒 云南的烟筒 它平时不抽烟 就是 吹吹烟筒 牙手都是白的 你看 喝酒还喝茶的 这个茶的杯子一模一样的 好多的 好多的 但是 点结果 好